HPV 现在的疫苗呢 有两架 四架 还有九架 所谓的架就意味着呢 它呢这头包含着有多少型别的HPV 那么两架呢就是十六十八型 所以呢打了以后呢 对于呢十六十八型的疫苗呢 它呢是应该理论上是有保护的 但是呢除此之外的十一型HPV的形别 你照样是可以感染的 感染了以后照样容易发生 发生宫颈癌前病变和宫颈癌 四架疫苗呢它主要就是十六型十八型和六型十一型 六型十一型呢它是一个低微型的 主要是长尖锐十优的 所以呢除外尖锐十优以外 从对宫颈癌的预防的角度来说呢 其实呢二架和四架是差不多的 因为它们只有两个型别 九架呢除了就是六型十一型 两个低微型呢 剩下有七架是高微型的 我们如果呢能够充分调动 调动我们身体的免疫 对这七型HPV呢有保护 但是大家知道 至少有十三到十五型高微型HPV 它呢还有这么多型别呢容易感染 所以呢打了这个疫苗以后 仅仅是对这包含的最多 就是对这七型HPV呢有感染 有保护防止你去得 但是你对其他的型别 还可能感染 还可以去导致 所以我们现在要不要打疫苗呢 要打 我的理解就是要打 能保护几型算几型 但是在打的同时 还要注重攻击癌的筛查 不要呢就是打了疫苗以后就不去筛查 这时候呢还是容易发生